大家好,上一次魔法格加倍 很多人都問,咦,甘明到底有沒有無刻去抽那一次的加倍 啊有抽的話,為什麼沒有拍影片 因為我怕說當時拍出來太刺激大家了 首先進入正題之前稍微解釋一下 我無刻的這個賬號到底加倍時期 抽的點到底是什麼 到底哪時候該抽,哪時候不該抽,又該抽多少 首先最重要的是你當下的魔法石有幾顆 如果你的魔法石是非常有限的話 建議還是存起來 畢竟如果你能夠一次抽到保底 那效益是更高的 尤其對於合作來說 那當然以上的問題如果你課金的話就都不是問題 回到今天的重點 我無刻其實失投還算OK 但這次不可能抽到保底啦 保底的話就太傷了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你就要設定一個目標 而我的目標就是先把小獎開圖鑑為優先 因為我覺得抽卡最不划算就是一直抽重複 例如說我什麼卡都有了 我只為了缺那張卡,我又額外要抽30抽 那代表說我這30抽純粹就只是為了那一張卡 那你就要去衡量說這到底划不划算 那一樣的意思我就打算說我只花個5抽 然後當小獎開圖鑑是我一個目的 啊更多貪心一點能夠順便中更好的獎項 那就更好了 好那回到重點就是加倍的時候要抽的 而我已經有登陸一抽送到暗的機械組小獎 這時候打算去抽 那中了第一抽又是暗的機械組小獎 那時候覺得啊 因為重重複剛剛講過是我認為最虧的 那接著也沒想太多就繼續抽第二抽試水溫 然後第二抽的時候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因為我知道這個特效就是1%的大獎 呵呵 我覺得有點扯耶 我這樣中1%大獎算是這個 武克帳號有史以來最歐洲的一次了吧 第二抽就中就算是快畢業了 然後再來一樣目標放在小獎抽的差不多就停收 然後第三抽抽到光的爆爆 那沒關係第四抽 那第四抽的話又中了大獎 拭目的達格 哇那這樣子就快畢業了耶 就只差一種火的紅愛而已 那第五抽又是暗的 其實這時候我小獎還有3張沒抽到 我覺得開圖鑑的機率還是非常高 但是我第六抽他中紅愛 那代表說我三大獎都已經全齊了 那我這裡就小獎我乾脆就不抽了 呵呵 等於說這個系列我還差了3張小獎沒有獲得 啊我另外獲得了3張大獎跟2張小獎 嗯...算是很歐洲的一次了吧 因為這樣等於說石頭大概只花了30顆吧 然後就這個系列就可以這樣子算雙雙玩對不對 好那這部的話其實也是我一開始講的 就是一開始我會先設定一個目標 啊再設定目標的話 當然最慘的狀況就是只有小獎開圖鑑 但同時也會有機率會有像這麼歐洲 你會中到剛好大獎這樣順勢 然後到這種狀況會發生 對但也不是說每個系列我都要這樣子盲目的無腦去抽 我覺得更重要還是看你當下的魔法石夠不夠用 甚至說如果可能一個突然合作來 那你的石頭到底能不能夠應付 啊不能夠應付可能就要課金這樣子 好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掰掰